不用不用对吧你就给他挂着 然后杨某人就得把你当对吧神一样供着 他打的不好呢要要对吧及时指出 老杨都不能还嘴 但凡他还个嘴你就说那我走打一个问号 对吧问老杨你怎么办 这老杨我自己抽我自己嘴巴我错了 我错了我错了我自己我自己你们到老杨亲爱到老杨直播间你就 哪里看的不舒服就三个字那我走加个问号 老杨必须必须使劲浑身解数来挽留大家 那必须自己抽自己嘴巴 难打哦这5分12秒以内的四抓 这我觉得就就他最后就就就剩一个人在那边 那边逛该都能逛5分12秒呀 这你觉得他能四抓吗 我觉得不可能 嗯 我也卖我真的我要是这个我就卖 卖卖卖卖你刷了开不快了我就卖卡的卖 卖三个优名卡呗优名卡那修机快你修吧修机家出来谁也不好 哎往往这种时候前期战得优势我感觉穷者还能赢 对就是这样 确实心态不一样了 这时候都深呼一口深出吐了一口气 心态就不一样就容易赢了 就因为小陈这边的话就是他很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就心态方面就是 前期如果说节奏不好 他知道自己四抓才能赢 他那口气可能就松掉了 松掉以后后面就 更加没得打了 卖卖卖抓了一个陆练师还行 他如果把陆练师秒了带传送的陆练师 陆练师就椅子上做好吧 他们又来了四双坛 薄命都没有 幽斌都带双坛 你幽斌就不能带个薄命吗 这幽斌还带双坛 这一把意思就是你谁上书我也不管你了 咱们都不认识 对 这就是无情到极点 你幽斌薄命都不要了 幽斌我觉得怎么地带个双坛 带个薄命吧 这幽斌的双坛有点过分 过分了吧 你过分了吧 就幽斌来救我 你谁 我我入列师 入列师是谁 梅克拖的时间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够了 已经1分30秒了 就这个三个双坛是可以的 因为你看这个梅克的心态都不一样了 6比66的老发里胡哨 越浪到后面越浪越好的 然后小陈这边就会越来越急的 这个是这样子的 没办法 你说你带个前锋对吧 前锋带个双坛是可以理解的 佣兵就没必要了吧 直接入列 挂人都不给你挂 他这个时候给他挂完人再入列 会不会再多拖十几秒 对呀 我觉得其实他不用去入列的 你入列不是直接送个二挂吗 不是既然没人救他了 那不是就 等到挂上椅子再入列 我觉得会好一点 而且他挂完椅子都不用入列 因为小陈这边大概率是带个传送的 他要闪了就要闪了 那你这边 没人想救他了 他只能自己入列自己搞不好自己了 不是你就一屁股做死呀 我非你一个传送吗 什么非传送我一屁股做到死 对我一挂飞 还是有真情在的呀 大龙还整个冲过来干扰一下 他这边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就是我甲妹点满我一屁股做死 也有可能对 我就觉得他们四个人全部点满甲妹 双坛对 谁上话都好使 是 不做 我啥都不管就做 就做就行了 就刚才不需要交这入列的 他交这入列 除非就是刚才那边可能会干扰到密码机 其实差不多 你要想刚才如果说 他是不是给了挂上椅子 挂上椅子 你得花10秒吧 气球再挂上 你10秒之后回来还能有个10秒小薄片 其实跟做的时间差不多的 我觉得20秒 你要想象20秒跟流血半血机基本上一样 而且非你一个传送 好像确实是 因为他要挂这个时间还要带上的 他刚才直接回来了 就飞一个传送 其实拖的时间比较少 他做上以后再入列 确实还能多拖个十几秒 十多秒 无所谓了 反正人类也没啥压力了 你看大家轻轻松松啦 对呀 我再多修一台 这个就多修一台就可以了 我等去压速出来 出来了了 OK 你抓谁吗 抓谁谁都是双坛 抓佣兵OK 你以为抓佣兵我就溜不动你 我双坛佣兵不好意思 当看到佣兵这边翻了个窗 人没了的时候 这么远呀 突然心里已经 这是小郑说只有谈护腕的可能 那现在记你一个护腕 对这会我真的估计小郑记了一个护腕了 对 去跑老远了 这拥币也太无情了 你看这一个湖要跑到这 人都看不见了 耳鸣都没了 他们这个 就是 四双坛 朱雀是打的最多的 四双坛朱雀是打的最多的 小陈这把是没有挽留的 你还别说三人开门战 要有个薄命 有可能再丢一组会不会好一点 有机会给他秒掉 对对对对 他刚才其实手里还有一组雕像的 他贴脸丢肯定比这种丢要好一点 因为你打一刀他一身为一定拉开了 对是这样 这已经4分28秒了 他需要他留给小春还有42秒的时间要把这三个人杀干净 他们四个人全部躺好在地上啪着流血都不止这个时间了 时间下心脏 你看看这门都开了 嗯没办法 你走过来让你走过来行不行 我这个人就站在面前给我杀了 小春快给我杀了 挂飞都不够 就现在三个人全部上挂时间都来不及了 三个人全部上挂是可以的一下子没了 现在跑门口 现在让小春跑门口 光擦刀门都开了 擦一刀 OK 3秒4秒 点一下门 差一刀3秒4秒点一下门 你看这AK 溜的 心不慌眼不跳的 是的呀 这就在最最厉害的溜鬼的状态就是无压力溜鬼 就是比如说队友三个已经出门了 已经出去了 然后就你一个人的时候 在这我没有已经赢了没有压力的时候 往往都能够溜出特别好的那种 对因为屠夫的心态当时是属于那种比较 就是空洞了 屠夫的心里是空洞了 就是我也不想了 反正那也输了 你就溜吧溜吧 我也不想打那种那种 竖抓你或者是秀的操作了 你就这样吧 两边两边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球人这边放松了以后反而会提高他的这个上限 对